以后 谁呀 上...? 快上来 我想跳楼 你现在在哪里呢 你们不用来找我了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必须要确认一下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否安全 我在楼顶 楼顶 在楼顶的哪个位置 能在哪 要跳楼的人在哪都危险 你好 我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咨询师 请您相信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可以帮到你 您给我打这通电话 是想咨询哪方面的求助的 我想自杀 是什么原因呢 我不想说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跟别人吵架了 但是话说起来很差 没关系 我有足够的耐心 并且想听你说下去 你有时间吗 我们的热线是二十四小时的 我有充足的时间 不过在此之前 你需要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样我们保持通话 才可以好好聊天 可以吗 程老师 是 警察刚刚赶到 警察 这么快 据说是自杀干预援助中心 之前通知的警方 喂 喂 你好 这里是自杀干预中心 我是公号八十二号 什么 我说请您记住我的公号 八十二号就可以了 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呢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长话短说 尤娜刚刚被圈下天台 现在正在前往齐才师的路上 但我不确定她是否还有自杀冲动 或者她手上有没有拿到什么危险工具 您现在有办法 帮她放一首她最喜欢的歌吗 我有多长时间 谁呀 干嘛啦 快走来 你いけ Grow 就是你 我想到了你的父母 你不想让她们因此感到悲伤对吗 你想到了你的父母 你不想让她们因此感到悲伤对吗 不好意思 那此时此刻 如果再给你的自杀出路打一个分数 现在是多少分呢 二十分吧 我不想让我爸爸妈妈 看到我自杀的样子 没有了翅膀 谁代替他飞翔 你吓死我了 妈 跟你说我多少次了 你睡觉的时候别戴耳机 当时你都耳背了 听到我说话了吗 别戴耳机 睡觉 妈 妈 早打 张老师 张老师 张老师是谁 大家一定大早 全部打电话 还要不要打 这就是 很容易 张老师 你们会放动 你可能会放下 你可能会放下 我会放下 慢慢撤下 进 赵老师 你女儿回来了 你狗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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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琳琳 不知道我妈怎么了 我一回来她满脑的都是血 都爱那个小陈 非要跟我约会 她要不跟我约会的话 我就可以早点回家了 我要早点回家的话 我妈肯定就没事 我不管 我不管 我现在要去跟那个小陈说分手 都是她害的我妈 等等 等等 不要委屈了小陈 把你男朋友带回来 妈妈帮你看看 赵女士 大中午忙坏了吧 王阿姨塞给我的芒果 你明明已经满了 鱼缸里现在还冒着气泡 说明水是半个小时之内换的 而且非常着急 而这个时候 你的同伴告诉你 我要回来了 赵女士 这几是你第三次装死了 一点也不好玩 您这儿是罗金烟粉店吗 是 您有没有看到一个六岁嘴的男孩啊 六个岁嘴 你看那个是不是 我说什么来着 她肯定会来 大家都别走 都来看看 还有你们 别装傻 得 得 一人一板 交给我 付货啊 乐乐呢 什么乐乐 你是说 刚才电话里面的小孩是吧 怎么了 你跟她认识吗 你是倩倩吧 麻烦你了 你是张燕的女儿 来 都给我拍近点 就是咱们今天直播的主角 著名的大心理咨询师 贺顿 很大体厉害啊 我的天哪 就是她活生生地拆散了一个 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你知不知道诽谤 是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诽谤 自从我妈去找了你 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跟我爸提离婚 心理咨询师 我呸 开散家庭专业户吧 如果你弟弟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贺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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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给我 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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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点小话 没错 是我建议的 你凭什么 凭什么拆散我们家 知道你对我和我弟 造成多大的伤害吗 让你弹张一下 别拍了 后面先冲手 不论 你会造报应的 你好 你好 你没事吧 谢谢 谢谢 你没事吧 你这天就跟她一样 还很久了 怎么这样啊 莉莉 过120 好 上一次 就上一次 过 大家上一下 上一下 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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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贺 怎么怀疼 怎么晕倒的 过来 病人不用了精神剂以后 大量的饮酒 导致呼吸招待 现在已经休克了 目前饿了CPR 麻烦您快点过来 来 爸 谢谢 这照片这里是屈膝吗 有的 上来过来 有的 上来过来 有的 上来过来 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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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大家上一下 上一下 上一下 人群密集 不利于救助 告诉你们 当务的救助是要注意得到 来 上一下 上一下 你记住 如果以后吃药的话 千万不要喝酒 不要找我 有任何需要的话联系我 谢谢 先生 我还是建议 去趟医院吧 这点小伤 没事 好 谢谢啊 没关系 喂 陈老师 喂 老赫 老赫 人呢 喂 恶敦老师 我觉得我现在的自杀冲动 有一百分 我打算 陈老师 我本来只是想和勇娜 聊聊小职的事 但她突然情绪很不稳定 她现在在学校游泳馆 您赶紧来一下吧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不管你做得多好 不相信人就是不会相信你 勇娜 去找他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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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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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邝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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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行啊 开玩笑 邝铭山车神听过吧 什么神 邝铭山车神 邝铭山车神靠边 靠边靠边 听见没有啊 邝铭山车神请靠边 这是你吗 警察同志这真的是我 我这证件的被水给泡了 他根本就没带 是的 警察同志 如果您不相信他的话 可以相信我 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这俩小孩啊 甭跟我来这套 大晚上不在家睡觉 偷偷跑出来约会 不好好上学 这俩高中生啊 未成年驾驶机动车 现在给他们带回去 逮到你们了 邱明山车神 给他们带走吧 我叫钱开义 是你们的代客老师 你们可以叫我阿易老师 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啊 想要通过学广播 来谜谜文化课的分数 是吧 但你们当中呢 如果有人想考入 播音主持最顶尖的学府 那你们更要扩充 自己文化知识的储备 我知道 高考呢 单凭文化考试 就像只有一条腿走路 全力以赴 但如果你们当中 有人以为学了艺术 走起路来呢 会更轻松 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两条腿 是关了签的 也就是说 他们两个是学艺术的同班同学 后来呢 那两个孩子怎么样 那一天 尤娜 在苍茫的大海上 狂风卷积着乌云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 海燕像黑色的闪电 在高傲地飞翔 谁安排他们两个 搭搭冷风呢 我让 为什么要安排他们两个 因为他们是两个 在班级里面专业最好的学生 如果他们两个 谁表现得更好 意味着什么 那就意味着 在重点学校的门口 排队的学生 乌洋洋一遍 而唯独你 在没有进高潮的时候 就已经被考官记住了 他们在大海上飞吞 仿佛是要把对暴风雨的恐惧 隐藏在大海深处 雷声哄响 波浪在奋斗的悲目中呼叫 遇狂风筝 喂 下课了啊 你在哪儿呢 爸爸 我还有两个路口 马上就到啊 我这个节目绝对是今天 他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和回忆 那个时候 只是要一拨通 心非夜化的节目热线 听主持人开讨一番 无论你什么想不开的问题 他都可以毛色动态 变台节目 对 我不去 我都知道你会拒绝 所以原本我也没想说 但是我也想知道 你开这个工作室 又是为什么呢 闺女啊 奶奶哪有钱去咨询 你今天救了奶奶 奶奶其实已经很感激了 我都这把年纪了 要是真的去了 也算是无牵挂了 奶奶您别这样说 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的人 你们赶紧去帮助别人吧 我就不添麻烦了 我相信我也不会有什么事 你自己会拒绝 你自己的手 你这个手 你 що还是没关系 我相信你 得拒绝吧 你不会有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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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不愿意 你不会有力呀 自杀干预能做的有限 我想帮助到更多的人 叶先生 这个赌洞绝对满足于 您对多层空间的需求 这个房子您看怎么样 请请请请 尤娜 我们之前虽然见过 可是这次你来找我咨询的过程 可能跟上次我们打电话的过程 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 上次呢 我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为目标来帮助你的 而这一次 我是以解决你生活中的困惑 为目标来帮助你的 可以吗 可以的 何老师 小哲总是能答出钱老师的问题 钱老师肯定更相信他 你觉得钱老师更加相信小哲 可是钱老师的信任 对你来说很重要 但是小哲却获得了更多钱老师的信任 是这样吗 事件不是这样子的 事件不是这样子的 可是自从钱老师来了 一切都变了 小哲 帮我去校门口接一下传媒大学的李主任 跟门妹说是会演嘉宾 赶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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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 有纳 我发现你在意的并不是老师们 对你是否认可 你反而更在意的是小哲 有没有比你得到更多的认可 为什么你们都觉得小哲没有错 为什么都是我的错 我怎么那么差劲 有纳 你一点都不差 你很棒 你很优秀 我不优秀 如果我优秀的话 为什么连我爸爸都帮他 好 我是觉得小朋友们之间吵架很正常 也别难为另外一个小朋友 因为毕竟马上要高考了吧 娜娜 你是觉得你受伤了 可是你爸爸在维护小哲 温老师 游娜 你妈妈 我是老师 太累了 就是 娜娜最近不是一考 她说需要西装 我想她 小鸽应该也需要 这应该比较了吧 拿着吧 别的孩子都有 别耽误小生苦事 行 那我先去小哲谢谢你 路上开车慢点啊 好 我走了 你走 喂 下课了 你在哪儿呢 爸爸 我还有两个路 马上就到啊 这不是那最新款媳妇套装吗 哇 小哲 你太漂亮了 您好 您的外卖 我没有点啊 这是给我的吗 没错啊 八七九一就是这儿 雯康是不是您朋友帮您点的 行吧 谢谢啊 可不客气 祝您用它愉快 喂 这次猜到是我了吗 钱开义 我一猜就是你 你给我点什么外卖啊 尤纳妈妈马上就要到了 我知道啊 她发现给我打电话 说已经往你那儿走了 还有三十分钟 足够你吃完的了吧 我跟你说实话吧 无论你再怎么献殷勤 那个节目都不会去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还有二十八分钟 再不吃的话 一会儿就得扔了啊 我们离婚了 你们二位是什么时候离婚的 尤纳知道吗 我们离婚了 你们二位是什么时候离婚的 应该是去年刚上 高尔没多久我们就离了 但是 因为她马上要高考嘛 所以我们就 决定一起瞒着她 为什么是去年这个时间离的婚呢 因为她要办雕塑展 老师 刘尚华 你有家不回的在这儿干吗呢 你在这儿熬阴呢 我跟你说话了 你看着我 干吗去 你要干吗 你要干吗 尤纳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 文理分科 你不关心关心女儿帮她选科 你在这儿晴天搞什么破展览的 他已经成年了 我没有办法帮他做这个决定 你那么爱帮别人做决定 你就去决定好了 你不是废话吗 我能做决定我还需要你 就是因为有你这么一个爸 所以他现在就天天嚷着 要什么学艺术 我真的是浮了 学艺术挺好 好什么好 就像你一样嘛 一辈子没出息 你让我给意见 我说好 可是我说好有用吗 那你有病吧 你嚷什么 好好好 就让他学艺术 好吧 就跟你一样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带 你们俩妇女都这样好吗 你不要这么嫌疑怪气的 你要是瞧不起我 你可以直接说 你用不着带上孩子 好 我直说 我就是瞧不起你 龙山华 我告诉你 我瞧不起你根本赚不到钱 你还给我装艺术家 装清高 你还嫌钱臭 我瞧不起你 你就天天在这儿捧着 这堆石头 根本也不管孩子 不管家 我就是瞧不起你 我瞧不起你 你吧 爸 你要出门啊 我要去北京出个差 我录音笔报学校 爸妈 我去上学校 爸妈 不对 对 他根本就没有出去过 如果从学校回家再回学校 一般会说 我得回趟学校 可他说的是 爸 妈 我得去趟学校 我得去 尤娜妈妈 在您提到不支持尤娜 去学习艺术的原因当中 我感受到了你对爸爸的不满 而当尤娜不顾你的反对 直接选择了去学习艺术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 很难过 很孤独 甚至有一种被抛弃 被孤立的感觉 你们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有很大的问题 也许妈妈想要沟通 但是会发现方式不恰等 而爸爸想要努力 可又觉得沟通 会让你有挫败感 想要逃避 你们两个又没有发现 在你们的潜意识之中 唯一一致的目标 就是尤娜 所以尤娜总是主动 或者被动地 卷入到你们的矛盾当中 这就导致了 孩子对自我价值的不确定 他会认为是他的原因 导致你们的婚姻失败 还会让他误认为 只有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 才会齐心齐力地在一起 谁带着她的翅膀 谁代替她飞翔 当空气没有了花香 谁又能去绽放 如果一定要谈梦想 谁又勇气流浪 可在奢望的时光 是你们在身旁 我的眼泪 爸 我给你切了米油桃吧 你不是最爱吃米油桃的吗 娜娜 爸爸要出差几天 我的伤悲 都阻止我生长 和一个人如一座所想 爸爸要去机场接人 爸爸要去机场接人 我母亲 会问 她以为只有这样做 才能留住爸爸 才能保住这个家 这是非常典型的追逃模式 追逃模式 一方抱怨索取 一方回避拒绝 一方情绪激烈 一方表现冷漠 很多婚姻关系啊 都会先有这种追逃模式当中 这个丈夫的逃避也是非常典型的 妻子的咄咄逼人 让她觉得自己非常的无能 所以她以为她的逃避能缓解矛盾 换来安宁 但万万没有想到 她的逃避会更加刺激自己的妻子 而在这个家庭当中最糟糕的是 他们的女儿卷入到父亲矛盾当中 三角化呢 使他们父亲二人矛盾的焦点 变得模糊起来 而这个时候 恰恰她的女儿表现出 想要追随父亲的意愿 所以妻子会有非常强烈的背叛感 觉得女儿也可能会像丈夫一样 远离自己 从而更加猛烈地攻击自己的丈夫 一求平衡 你用了什么方法 我做了一个火柴测试 基本上二人的认知已经重构了 孩子呢 这个孩子的核心恐惧是家庭关系 如果家庭关系得到改善的话 那这个孩子的防御机制 就会自然瓦解 当然了 这是最好的结果 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想最后 我都会把核心回归于 孩子个人的治疗上 个体疗法和家庭疗法双管齐下 还加了一个异象的方法 你这事朝朝见绪啊 不错 这不是您教导的好吗 这是要干吗呀 一二三 抬脚 好 不许睁眼睛啊 我说一二三 一二三 喜欢吗 怎么 不满意啊 我是按照你图纸做的 不满意啊 莉莉 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 我只能以身相许了 你说得有点早 宝贝 其实是 我收回刚才那句话 你想以身相许 我还不一定同意呢 她有点真对我呀 她怎么总都会有人情依的 我别人问不掉 你们聊吧 我这个人倒不喜欢欠别人情 你之前说电台那个事情 应该跟我说一遍吧 但是前妮说好了 我不一定去 但是我会决定我所能来帮助你 好 我想找你做的这档节目啊 叫做新非夜话 她是当年全中国第一档 也是最火爆的一档情感节目 在那个心理咨询 还没有被大众认知的年代 她成为了无数人的情感之主 帮助了很多城市里 迷茫的人找回自我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重新策划这个节目 说服我们台里 想重新包装新非夜话 咱们这个年代啊 信息太多 变化也太快 但是我认为 她比任何时候 都需要专业的声音 来帮助人们解开内心的迷惑 所以你打算 请一个心理专家加入我们 和我一起 帮助现在都是 有着各种压力 各种困惑的人 排解内心的苦闷 用声音陪伴他们度过难关 同时也分享他们温暖的情感故事 不好意思啊 我想问一下 你认不是装修队的 我刚把他搭壁 你不是那天 那天晚上在 在 贺顿 我找你很久了 请进 不好意思啊 刚才没戴眼镜 晚上太黑了 没认出你来 没事的 我叫叶佳辉 叫我佳辉就行 我叫叶佳辉 佳辉 你这些事 我刚搬过来 还没有来得及收拾 需要我帮忙吗 谢谢你啊 贺顿呢 给他打个电话给我挂了 办正事去了 说一会儿回来 先进去快点东西吧 谢谢啊 佳辉 不用送了 前开义 你怎么来了 佳辉 佳辉 这是那天在酒吧 救你的另外一个人 你好 我叫叶佳辉 谢谢那天救我 区区小时 不足挂齿 这是我压箱底儿的宝贝 涂上它 保证你能 绝处逢生 化血为一 老师 算了吧 这太红了 我还是不涂这个了 相信我 反正我每次一涂上它呢 都能出起这事 你这心理暗示好吧 给一会儿手矿你都觉得好用 闭嘴 涂 奉嘉净 他在那边 陈陽 陈队 干吗呢 干吗呀 疯了 你今天看着有点不太正常 是啊 看你这表情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在这儿等你朋友呢 我 咱们这么不容易找到了 一个厉害的心理师 咱们 是吧 我这个是全方位地 在展现我的诚意 那钱哥 我的镜子什么时候可以还给我 诚意十足啊 您今天过来是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报到 可以 来得正好 给你介绍一下 不用了 这 我的人 好 欢迎你加入我们电台这个大家庭 谢谢主任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的 这不是开意诚心诚意邀请你吗 要不然他也不能自己掏腰包 也得谢谢主任的支持啊 对对对 他 他自告费用 重启当年那个 火遍全国的经典节目 对吧 谢谢钱主播 能够让我来参加这么宝贵的节目 你还真的得谢谢我 我这个人说话 不喜欢绕来绕去 上个星期五 我们家老曹出门参加融资酒会前 我亲手给他挑了这件白衬衫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中途被换了下来 还换上了你给他提前准备好的衬衫 夫人 您误会了 融资酒会那天 舞台的背景幕布是纯白色的 刚好跟曹总的衣服装色了 到时候拍出来的照片就不够醒目 我作为第一秘书 肯定是有责任和义务 全方位地协助曹总 树立他的职业形象嘛 全方位地协助曹总 这也是你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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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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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一下 这个麦啊 保持两拳的距离 避免喷麦 好 这样可以吗 差不多 紧张吗 别紧张 一会儿开场音乐饭完啊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奔主题 这位8772的朋友 通常来说心理咨询师 只接受本人的咨询 任何人不能代替 当然 如果你觉得非常的愤怒 你没有办法排挤 甚至影响了你正常生活 那我觉得应该咨询的人 是你自己 快动 何老师 何老师 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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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不舒服啊 快动 快动 不快 对不起 我不能跟你一起录这个了 为什么 如果要是因为刚才的事情 我想你道歉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在说这个问题 也不至于你这么生气吧 就是看你紧张性 调节一下气氛 节目还有一个星期就开播了 你现在不做了 我去哪儿找人啊 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 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待三个小时 我肯定做不到的 抱歉 听说 听说吧 谁呢 运进去跑 这人不知道 大老板曹万传为名义 为他老板抓点现象 真的呀 当然 我这有视频了 如果下辈子 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权利 我依旧会选择做女人 正是因为那些冷眼 不公 偏见 让我有了 用不完的斗志跟力量 这是您写在 自传当中最后一句话 你到底想说什么 在您的自传当中 完全避开了 跟曾经行业龙头竞争 赶超的过程 可这一部分 不正应该是 自传当中最精彩的部分 所以我查阅了 曾经行业龙头的资料 我发现 您居然曾经是 这家公司的一员 那又怎样了 所以您的发家史 更像是一部复仇史 在您经历中空白的事 是在为一家公司 苦心服务的事 但您却在公司上市的前一夜 倒在了内部斗争当中 所以 您带着职场人脉离开了 与曹万里建立了今天的地固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 您跟曹万里的意见相左 反对企业上市的原因 我们不准备上市 也不需要上市 常总 您曾经也在职场当中 一点一滴爬上来 我想您非常清楚 一个女孩子 在职场中要受多少委屈 遭受多少心酸 喂 小兰 莉莉姐 你看微博了吗 白天的新闻全撤了 说这照片来源不实 全撤了 唐宇 唐宇 你怎么回事啊 我下午给你打电话不接 还关机了 我问你妈才知道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 以后无论什么情况 无论你多烦多忙 都不许关机 不许不接我电话 知道吗 这是干吗呀 怎么了 谢谢你了 何 啥瓜 瓜呀 都过去了 没事了 没事了 我很好奇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拼个桌可以吗 谢谢啊 那俩女的账不错 一会儿还你 要不聊聊吧 你行什么呢 大哥 你能看上你呢 不是咱试一试呗 咱就这混蛋 过去打大事 来 吃吧 你们想干吗 干什么关你啥事 不是你谁呀 别在这儿等我到啊 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已经听见了 我告诉你们想都不要想 我跟你说啊 不关你事 再让我消耗 给你十秒 滚 欺负女孩要不要俩你啊 嫁不走的话我告警了 要不想进局 就赶紧走 好 这就是啊 这都是不老警啊 这就是小子 你挺厉害 你也不是 给你两个选择 一 让我成为你的心理咨询师 二 让我成为你的好朋友 你不想啊 不行啊 好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周五 开议将和大家一起迎来全新的节目 这是一场拨开心灵迷雾的奇幻之旅 是一次声音与心扉的完美气候 让我们共同期待 莉莉 妈 你怎么没打声招呼就来了 那咋啦 我当我亲闺女家 还要打招呼 你说吧 你啥事啊 那个 那什么 就是那个 好 我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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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去了 你收一下吧 好 你就再多转点呗 不是 要不免得老往这儿跑啊 不是嘛 我刚自职你 不是不是的 好 那个 你也别太消沉了啊 找新工作的事啊 抓紧点 那什么 妈妈先走了啊 很多人出生啊 就是过着唐医出生的 虽然我们没有唐医 但是我们也可以抱疼取暖啊 你看 咋 咋 咋 那赫 遇到你真好 我也是 喂 赫老师 出大事了 我给你发个地址 你赶快过来 你怎么了 十万火急 快来 前开翼 你要是再不出来的话我走了 我走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扉夜话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前开翼 下面有请我的搭档 对 怎么样 何老师 喜欢吗 走 来 逛逛 你看啊 这四面的门都能打开 是吧 空间开放 空气流通 为了让空气呢 可以更新鲜 这里还增值了很多绿植 还喜欢吗 你 你 你先坐 你可以答应跟我一起做节目吗 你 你站起来说 好 我答应跟你一起做节目 真的 不反悔 不反悔 刚才楼上那是你奶奶 对 嘉慧 朋友来了 奶奶 奶奶好 她是我邻居 贺顿 她是我邻居 贺顿 那姑娘长得真好看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你怎么让人姑娘站在门外 快进来 快进来 不用了奶奶 快进来坐吧 快进来快进来啊 快进去 快进去 接备夜话本周末即将和大家见面 藏了一个月的大秘密 那坐在我旁边的呢 就是我们压箱里的大宝贝 著名的咨询师 贺顿 贺老师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贺顿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收到了一位老听众 寄给我们的一封重启节目的读故意 那时候警察给她看看 贺顿 陈开义 怎么了 说 刚跟台里开了一个策划会 咱们第一期节目的主题已经出来了 我想跟你说一下 那你说吧 台里的意思啊 就先给大众复记一下 什么是心理咨询 到底哪一部分的人 他需要做心理咨询 然后围绕这个话题 先展开一波 三个小时 就光科普啊 你不要太小瞧 我的主持功力好不好 咱先来一个开松名义 让听众第一时间知道 你要做的这件事情的性质是什么 这点确实很重要 你这样说好像是有点道理 台里还需要一个跟心理咨询相关的开场语 最好是夺人耳目 震荣发聩的那种 你要让我 你要让我编啊 我不上调就行 我知道 我也能帮你想 但你不是专业的吗 要不你试试啊 嗯 心非夜话 心病还需心药医 心非夜话 带你走进心理咨询 帮你挑开心理的大门 你听见了吗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个真的太土了 太土你还让我编 对不起 我都说我不擅长了好吗 你还嘲笑我 好好好 那我帮你想 今晚准时直播 针对主题你也准备准备啊 知道了 想这一句话 来 别弄 干嘛呢 先进去 让一下 别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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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什么情况 马上开播了 谁来闹事啊 不知道啊 别开了 可不好意思 这边是我们的工作区 陈开义呢 让陈开义出来 陈开义呢 让陈开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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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陈开义呢 强哥 出大事了 快 快出去看看 你是不是外面 怪我横幅的那个人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要不是 开义会这样对我吗 开义 你终于出来了 请问您是 我是小文啊 我是小文 你不记得我了吗 记得 我怎么能忘了你呢 但是姑娘 有话好好说 这太危险了 是不是 你为什么不理我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发消息了 是不是因为这个女人 你为什么跟她一起录节目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不是什么好人 不是 小文 如果这是我们之间的事 现在你的情势这么激动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好过交流的 对吗 对 你对我的愿意我全盘接受 这样 你把人放开 咱们俩好好静下心来聊 解决这个问题 你把人放开 我全听你的 好吗 你什么都听我的 对 全听你的 你干吗 你干吗伸她手 你有什么关系 果然是你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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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伸她手 你有什么关系 果然是你 你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 我能看出来 你对我非常有意见 对不对 既然你对我这么有意见 你为什么不选择在直播上 当着大家的面说呢 让所有人都听到 现在离直播只剩下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现在这样的局面 相信你也不想让前开议的 新节目第一期 就跌到谷底对吗 这位听众您好 您好 钱老师 我是小文 小文您好 我有个问题想问钱老师 请说 钱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一个 被开除的心理咨询师 作为你的搭档呢 这姑娘故意的吧 说话不够脑子吗 贺顿点事太悲了 刚开播就一刀抬杠的 估计都得傻了 我看未必 首先我想说的是呢 任何事情的全貌 都不像我们在网上看到的 听到的那样 我希望你可以理智地 看待这件事情 其次呢 为什么我会选择贺老师 因为他曾对我说过一句话 自杀干预能做的有限 我想帮助到更多的人 小文 我能看得出来 钱老师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他在你心中非常的重要 而你却非常的信赖他 依赖他 甚至你把每周的联系 当成了你的精神蜘蛛 而当有一天 你们俩的联系突然中断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崩溃 对 对 是这样的 我每周都在等钱老师回复我 你以前从来都没有失约过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像这种模式的关系 对你而言并不是第一次了 在钱老师之前 你有过类似的模式关系 他们让你会觉得非常有依赖性 可这种关系到后期 都会让你感觉到抛弃 是这样的感觉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你怎么会这样 所以你很害怕钱老师跟他们一样 最后会抛弃你 放弃你 小文 我记得你 你一直都是我心中非常重要的听众 只是我没想到 你会把我摆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 其实这段时间我很彷徨 我不是有意地想要去疏远你 是因为我一直在准备 可能对于我而言 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目 虽然咱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呢 不是很美妙 但是我还是想让你知道 你仍然是我最重要的听众 好 你当下就要听我的 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好好 好高档啊 逊总您好 我是贺顿 好嘞好嘞 我跟逊总说 逊总 那个 瞧 那个 这是 怎么了 脸 我是逊总 我知道你是逊总 你看着 逊总 对方公司说呀 让咱们再交五百万委托金 还要五百万 逊总平时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 咱们公司是做慈善的 做慈善的 人家说不交这五百万委托金 就不跟咱签约了 那公关部那些人都是干什么吃的 一帮饭懂啊 慈善 这方面我很感兴趣 那你们平时都会做些什么呢 就好好混日子吧 回去又炒他们鱿鱼 混日子就知道炒鱿鱼 徐总还 还是很真实很勇敢的 那我们接下来正式开始了 好 徐总您有感觉到自己哪里有不适吗 我亲自娶一趟 棍棍棍棍的人就缺块不少腿吗 徐总 徐总吗 累不累啊 要不上去聊聊 您这个属于是心病 心病 没错 医生之所以推荐您来看心理咨询 并不是他没有查出来您身体的问题 而是他非常地清楚意识到 您这是典型的心理症状 在心理学中 我们称它为惊恐障碍 这种症状最开始的时候 会发现发抖 出汗 紧接着 您会敏感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各种变化 对吗 对 我能看得出来 原来您对自己的身体非常地重视 于是第一次发作的时候 您就开始频繁地去看医生 然而医生告诉您 您的身体状况一切正常 紧接着 下一次您会发现 您的发作会更加地严重 严重的时候您会感到恶心 呕吐 心率加快 喘不过气 徐总你没事吧 徐总 我儿子出国了 你说好了不出国的吗 怎么又要出国了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爸 你要敢出国 你就当没有我这个爸 我也没儿子 好 惊恐发作 发生在你跟你儿子打了电话之后 并且这不是第一次发作 已经进入到较为明显的阶段 你让我气死我吧 气死我 你再开快一点啊 好好的飞机都要起飞了 别赶上了 好的徐总 混蛋混蛋 徐总 徐总你怎么了徐总 徐总 我送你去医院吧徐总 热机 我搭到了 徐总 workflow 徐总 他这道份通 统上 群绁 他 你说说 我明明是为了他好 为了他好啊 我天天为他担心 他为什么不听话 非要跑到国外去 你说他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他对得起谁 他对得起我吗 还在多谢你照顾小咨询室呢 老群的事是你转介的 不再跟我虚道虚道了 没问题 不过我得事先说明 这个案子我没办法亲自图导 虚号是你教会国的 好好啊 担心他爸爸的身体 嘴上不说 但心里惦记得很 所以就回来了 别让我爸知道 在我这听说 要去年做咨询 所以想多等两天 怕着急见面 会暴心救火 那他的学业怎么办 搁置了 他呀压根没出去念书 这老徐啊是个半文盲 寻国宝这三个字 都是我教他写的 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小企业做起来了 如今做全球贸易 老文盲又跟不上了 里外被人合着算计了 寻号啊 也特别想帮他爹 但又得照顾他爹的面子 所以就提出出国念书 但没想到 老寻这么反对他出国 你要敢出国 你就当没我这个爸 我也没儿子 还以断绝父子关系来威胁 电话都不带接呢 那他们父子俩挺像的 都互相挂念 但又不把情感表达出来 这父子俩啊 是最难名言的 期待过高又太过沉默 总是敬相情窃啊 而且他们家庭的情况 比一般家庭复杂 喂 何顿 喂 佳慧 你在家吗 我准备睡了 我本来有事想请教你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我们明天再聊吧 好 那你早点休息 你在哪儿 我快到家了 注意安全 明天见 妈 您不注意我不行了 我找到了自然会告诉你的 不用这一天天催着我问 是我找工作 还是你找工作呀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过了 好好好 来 不要装 不要装 来了 黄罗老师 我觉得这个装太浓了 不用装了 不会啊 这样上镜很好看的 新郎把新疆抬高点 好 抬高点 变高点 变高点 再变高点 再变高点 再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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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再高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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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高点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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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宝贝 老婆 老婆 我又是 你不是说我怕谁吗 你别吻我 对不起 我们今天到底在干吗 找这种生事 可她们在这儿一起欺负我 你是不是 你又带我到这儿 到底是我结婚 还是你妈结婚 当然是咱俩结婚 但是我妈说的 也是为咱俩好 而且我妈还是说的 你妈说 你妈说 你这么喜欢听你妈的话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你是不是有病啊 康子远 你说我什么 你说我有病 对 我就是一个有病 才跟你在一起 我告诉你 这婚我不结了 你爱跟谁见跟谁见 说到感情啊 我有一个事情 想问一下 何老师你的意见跟想法 就是 当你遇到一个突如其来的 而且你并不是很喜欢的感情 甚至这段感情呢 可能会是你的一个困扰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 这根本就不成立 第一 突如其来 第二 我不喜欢 那么很简单啊 我开诚布公地 向对方说出我自己内心 真实的想法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呢 而且你已经一再地明确地去拒绝了他 但是他仍然不放弃要跟你表白啊 而甚至会觉得 会跟你日久生情 你说的日久生情 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感发展 但是前提是建立在 双方都不会感到困扰 跟有负担的情况下 如果有一方觉得非常的困扰 跟有负担 那另一方应该选择尊重 但我还是想说一下啊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 确实有很多人怕伤害了别人 而选择去当一个好人 在一段感情当中 如果不遵从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才是会伤害到别人 没错 赶快去换衣服去 换完了 就这身 随时可以走 老贺 我连一归不收你钱 你别跟我客气 我这身怎么了 不行吗 侯老师 我很好奇 你们女心里试着真实世界 都这么寡淡哪 陈老师 我也很好奇 你们男主播的真实世界 都这么窍吗 还给我 你给我 我好不容易安好的 还给我 给我 玩得开心哦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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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莎 你先把门打开 我错了还不行吗 莎莎 怎么样 何老师 喜欢哪个风格 我喜欢温柔一点的 不喜欢太刺激 你知道吗 这夫妻俩啊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一个是个画家 一个是个主持人 没见过两极分化 这么严重的夫妻吧 有些夫妻就是这样的 有的人挤牙膏是喜欢从头挤 有的人是喜欢从尾巴挤 有的人觉得无辣不欢 有的人觉得低辣不沾 有的人喜欢吃蛋白 有的人喜欢蛋黄 总之 性格差异的男女 总是有机会可以走在一起 我觉得吧 就没有完全两个一样的人 但只要彼此 愿意了解对方的不一样 和观念上的不同 找一个折中的 舒服的方式 只有这样的婚姻关系 才是更和谐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我觉得不应该试图改变 对方的不一样 而是应该试图去融合 这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不喜欢吃蛋黄 我不吃蛋白 那何老师是喜欢吃蛋黄的男人 还是吃蛋白的男人 我喜欢不浪费的男人 你是 贺顿 你是 方以轩 开一的前女友 你好 我是贺顿 我以为男人的口味都是一样的 没想到这次还挺特别的 前开一前两天跟我说 她想换一种润喉糖 因为之前那种吃腻了 太甜 总之啊 谢谢你把我照顾开一 不介意 喝一杯吧 不介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手笨的 你们餐厅值 没关系 方小姐的见面礼 还真是特别啊 不过这个红色 倒是跟这个婚礼蛮配的 酒已经喝完了 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请便